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每年夏天的高温天气 对于养猪场中的猪来说 实在是太难熬了 但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有一家黑猪养殖场中的猪 它们却不一样 它们几乎每天都能洗个凉水澡 养殖场这么做 不单纯是为了给猪降温 还有更深的用意 哦哦哦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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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艳阳高照 这里的日平均气温在三十摄氏度以上 夏日艳阳高照 这个时候让猪跳水 猪开心的不得了 跳台的入口一打开 它们就迫不及待的跑了进去 跳水不仅能给它们降温 还能够通过水域清除掉猪身上的寄生虫 跳完以后 猪还意游未尽 一定要在池子里再游一会儿 享受夏日里难得的清凉 郭君涛是这家养殖场的负责人 让猪跳水 除了能给猪解暑降温 清除掉寄生虫以外 还给它带来一个惊喜 郭君涛发现猪通过游泳锻炼 猪肉的鸡尖脂肪增多了 换句话就是猪的雪花肉增多了 猪肉的品质得到了提高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肉质鲜嫩 真对黑猪肉鲜嫩的特点 郭君涛还专门开发出了一道新菜 涮猪肉 跟我们常规吃猪肉的煎炸烹煮不一样 顺猪肉只需要一盆烧开的水 和一盘切好的猪肉就可以了 这也是检验猪肉品质好不好 最直接的办法之一 最能体现咱这个肉的原汁原味和那个鲜美 就是割白水 味道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试试 非常非常的咸的 我怎么不相信呢 好 我试一下 嗯 嗯 非常的嫩 郭君涛让黑猪跳水之后 肉质鲜嫩口感好 就算是用清水涮也很香甜 没有杂味 高品质的猪肉在市场上 也比普通猪肉贵一倍 好的部位甚至可以卖到八十元一斤 虽然价格高 来买肉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让猪跳水游泳 是提高猪肉品质的一个办法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让从没游过泳的猪来跳水 是非常难的 这是一件非常耗费人工和体力的事 特别是在跳台尽头的时候 有的猪不是站着不动 就是把头伸进栏杆里 干脆不跳了 要往回跑 拦都拦不住 任你费多大劲 反正猪就是不往水里跳 怎么才能让猪喜欢上跳水和游泳呢 郭君涛认为 让成年猪接受这种训练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他就觉得 从小猪抓起 可能是一个让猪喜欢跳水游泳的突破口 那么小猪会不会喜欢上跳水和游泳呢 他们决定先做一个尝试 但是这个尝试一上来就不顺利 因为他连抓小猪都很费劲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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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累 累 你看满头是大汗吗 好不容易抓到了小猪 郭君涛他们就把小猪放到一个一米见方的充气游泳池里 想看看小猪反应如何 抓住小猪放进去以后 在众人的关注下 小猪显得很紧张 就开始挣扎了 一刻也不消停 就是不游泳 郭君涛他们觉得 这样强迫小猪来游泳不是一个好办法 他们决定换个思路 经过商量以后挑选了一只体格健壮的小猪 然后把小猪引到水池子里 看看游泳能力怎么样 结果出乎郭君涛他们的意料 这只小猪进了水池以后 不但不怕水 而且天性就会游泳 没有出现挣扎或者溺水的现象 通过一两次尝试之后 大部分猪都喜欢上了跳水和游泳 正是靠着对小猪的训练 让猪习惯游泳 增强了体质 肉质得到了提高 郭君涛团队养的猪 本身就很特别 是他们跟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合作 历经五年投入上千万元 培育出的品种 郭君涛他们 为什么要花费五年时间 来培育一个黑猪新品种呢 因为在他的心中 一直有一个 养出高品质黑猪的梦想 刚开始的时候 郭君涛养的是当地的东北民猪 奶粗似 抗盐寒 猪肉风味足 味道鲜美 但是呢 它也有两个非常大的缺点 第一 长得慢 第二 瘦肉率不高 仅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 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了 能不能在保持 东北民猪肉味鲜嫩的情况下 让猪长得更快 瘦肉率更高 这一直是郭君涛在思考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究 最终把突破口 选在了养女婿 来自英国的巴克夏猪身上 为什么要选巴克夏猪呢 主要原因之一 使巴克夏猪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 在现场 一直发情的巴克夏公猪 一直追着饲养员在跑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其间饲养员用了各种办法 防止巴克夏猪靠近 用手推 用棍子敲 甚至用饲料引诱它 都不能阻止它不断地往饲养员身上铺 在追逐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在放养区的黑猪 纷纷靠了过来 在围栏处徘徊 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十几头猪 它们为什么要在这聚集呢 它们公闻的味儿 原来靠近放养区围栏的 都是母猪 它们闻到了巴克夏公猪 发情的味道 才会在栏杆处聚集 这就奇怪了 整个眷舍里就只有一头公猪 距离最近的母猪 在放养区里 离这还有几十米的距离 这公猪 怎么突然就发情了呢 它可能真的是相攻我了 它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生生的气味 因为我今天上午去一趟母猪时 生生可能带有了一些母猪的气味 可能是把我当成母猪了 饲养员身上 饲养员身上仅仅是有母猪的味道 就让巴克夏猪穷追不舍 可见巴克夏猪的交配欲望强力 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巴克夏猪和东北民猪能够进行品种间的互补 咱那个东北民猪生长速度比较缓慢 而且受力比较低 巴夏公猪出的受力比较高 而且它生长速度也是比较好的 也算一个优势互补 选择巴克夏猪做爸爸 东北民猪做妈妈 牲畜的黑猪生长速度较快 在育肥期间 平均日增重能够达到520克 长到100公斤 到该出篮的时候也只需要7个月左右 瘦肉率达到了52.81% 提高明显 同时保留了东北民猪 猪肉原本的风味 杂交黑猪能够完全适应 东北地区的严寒环境 即使是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 依然能够正常的奔跑觅食 动不动还会吃两口血来解渴 适应性很强 东北民猪作为东北地区的土猪品种 野性本来就很足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是让它打热 虽然现在加入了50%的8个下黑猪的血统 它们的后代依然具有很强的野性 郭君涛它们认为 有野性的猪还得野着养 才能够把这种猪的优质风味激发出来 一般郭君涛它们会在杂交黑猪长到50公斤的时候 就会把它们放到山林自有采食 放养黑猪的环境也是特意挑选出来的 这里长满了松树 有一些珍贵的山珍 对猪肉风味的提升作用很大 影响较大的就是松磨和松绒 就是氨基酸含量的特别丰富 你像它这个鲜味的来源呢 氨基酸包括古氨酸 穷氨酸 纳酥氨酸 这几种吃这个猪肉鲜是这样来的 松磨和松绒都是出了名的美味 生长在茂盛的松树林里 当地人也一直把松绒和松磨作为招待客人的珍贵食材 虽然松绒和松磨能够提高猪肉的风味 但是采摘起来是很困难的 如果靠人工采摘去喂给黑猪吃 是很难实现的 怎么才能让猪吃到松绒和松磨呢 国君涛他们发现 猪的鼻子异常灵敏 老远就能闻到蘑菇的味道 根本不用采摘 他们自己就能找到 所以在每年六月份以后 只要山里的松磨松绒出来了 猪就会靠着嗅觉上山找蘑菇吃 跟着猪群往山里走 路面渐渐潮湿 植被也越来越茂盛 这个时候黑猪开始用鼻子拱地 难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吗 果然在靠近松树根部的位置 黑猪发现了松磨 通过放养 黑猪的野线得到充分的释放 在林子里 常常的野线 只能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 这群黑猪在林子里碰到了一只鸡 刚开始这只鸡还比较强势 动不动还会踢上黑猪几下 不让黑猪靠近 可慢慢的这只鸡引起了更多黑猪的注意 渐渐围了过来 趁鸡不注意 这群猪就把鸡当作食物吃掉了 杂交黑猪也性十足 这点跟野猪类似 它们都能够吃鸡 有时候你把黑猪也给你吃鸡 鸡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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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君涛就是靠着黑猪野养 得到了高品质的猪肉 根本不愁卖 周边的猪肉供应商都来这儿抓猪 但是每到抓猪的时候 它都很发愁 因为这黑猪长期在野外散养 经过长时间的锻炼 还变得异常的灵活 要想抓住它 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个有经验的饲养员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这头黑猪抓住 每年这个养殖场要出栏将近一千头黑猪 如果每头猪都这么抓 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郭君涛他们设计了一个漏斗形的围栏 围栏进口大 入口只融得下一头猪进去 把猪群擀进围栏以后 每次只能出了一头猪 这样猪抓起来就很方便了 郭君涛和他的团队利用科学的办法 培育出黑猪新品种 再根据黑猪的习性和特点 配套以生态绿色的养殖方法 让猪肉的品质得到了提升 卖出了好价钱 好了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小龙虾和螃蟹 天生就是对头 怎么还能把他俩养到一块呢 把牛羊粪拌上街杆 发酵后撒进池塘 怎么就能不让螃蟹和小龙虾打架了 面对致命的青苔 螃蟹和小龙虾 怎样避开死亡陷阱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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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